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什么 情绪的抒发吧 是情感的抒发吧 你这孩子 我想阿姨年轻的时候一定被许多人追吧 谁说的 也许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故事 要不然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曲子呢 别瞎猜了 我看你啊 还是忘不了方圆吧 我在做新节目的时候才知道 他已经被申请调到北京了 这样也好 时间和距离 是治疗失恋的最好的解药 以后我也可以专注在工作上了 你可以专心工作 但是你不应该忽略自己的感情 碰到对的人的时候 就要勇敢地去追求 阿姨年轻的时候 你曾经以为工作就是我的全部 为了音乐 放弃了爱情 阿姨 虽然姨父不是你的初恋 但是我认为你的选择是对的 我看你们两个 好像从来都不吵架 永远沉浸在爱情当中 我从小就常幻想 如果阿姨是我的妈妈 姨父是我的爸爸 那该有多好 傻孩子 哪有夫妻不吵架的 你没看见而已 小薇啊 你要记着 你的父母 是全天底下最爱你的人 你要珍惜你所拥有的 懂吗 人家就是羡慕姨父对你的爱吗 我要珍惜我爸妈对我的爱 我也要珍惜跟阿姨在一起的 分分秒秒 我去开门 小薇 好久不见了 曼芝 我顺道过来看看贺老师 不知道有没有打扰到她休息 顺道还带东西来 快进来吧 阿姨 曼芝 曼芝来看你了 何老师 曼芝啊 来来来 过来坐 曼芝 我来 谢谢 我去倒茶 坐啊 谢谢 老师 你累了吧 我太冒昧了 没事 我和小薇在闲聊呢 对了 你去创片的事怎么样啊 嗯 我已经决定了 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要跟创片公司签约 恭喜你了 老师等着你的作品 祝你有好的成绩 老师 我的单曲一出来 我一定亲自给你送过来 可是得要快哦 要不然老师等不及咯 老师 你会好的 你一定会听到我作品的 好好好 我一定等你 不许难过 你来找老师 还有别的事吧 我 雨桐 让我再一次得到你的消息 竟是如此残酷的事实 我虽然不能拥有你 但是能够想象你 也是一种满足 老天为什么连这一点都要剥夺呢 如果我再不去看他 我还有机会见到他 此时此刻我还坚持什么呢 就算是个老朋友的关怀 也是应该的吧 请问你找哪位 我找贺老师 我是他的一个老朋友 来看看他 请进 阿姨 又位老朋友来看你了 爸 你怎么也来了 我 爸 听你说贺老师生病了 我过来看看 原来是于伯伯 怪不得有点面熟 太久不见都快认不出来了 小薇 快去倒杯茶 好 请进来坐吧 真不好意思 还麻烦你来看我 请过来坐 坐 应该的 感谢你 感谢你 这样提携满芝 真的 我真是十分的感激 千万别这么说 满芝 能够学成归来 受到唱片公司的青睐 我也觉得很光荣 爸 我是为了纪委的事 来找贺老师的 纪委大概恨死我了 所以连电话都关了 不会的 我会转的很大好意 纪委就是个脾气 过了就算了 宇伯伯喝茶 谢谢 小薇是我的外甥女 她现在电台做主持人 音乐性节目 有机会 你听听看 挺不错的 阿姨 可真不容易啊 我可从来没有听见 你在别人面前 跨过我的工作 老师 我 我 那 我 我 从来